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7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LNK世界The Voice节目,给大家插播一条非常非常紧急的新闻啊,就在20分钟以前,媒体爆出英国这个首相Boris Johnson,约翰逊呢,他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Intensive Care,这个Intensive Care是什么呢? 就是急救室,也就是说ICU,这个呢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大家如果记着我在三个小时刚刚发的这个最新的视频,就应该知道那个时候呢,我是说英国首相已经从进入这个医院到现在已经是18个小时了,我在发那个视频的时候说, 我说他不但过夜了,而且到第二天下午还在这个医院,这个本身就说明他的病情呢,很可能非常不乐观,而且呢,已经是基本上确定是吸上氧气了,所以呢,我当时感觉就是非常不妙,结果现在呢,三个小时之后,完全印证了我当初的担心, 确确确实实实呢,Boris Johnson已经进入了这个Intensive Care Unit,就是ICU,重症监护病房,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呢也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在任的这些首脑里面, 第一个,希望也是唯一一个,就是因为新冠病情而进入这个ICU,重症监护病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的这个发言人也说了说,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afternoon,在今天下午这个过程中呢, The condi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has worsened, and 说这个首相的情况已经恶化, On the advice of his medical team,在他的这个医疗团队的建议之下呢, He has been moved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t the hospital, 他已经被挪入了,就是重症监护病房, 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消息, 如果真的这个英国首相有一个三长两短无法行使这个国家首脑的职责的话, 那么就是必须要有人接替了, 所以呢我们在此还是希望这个刚刚上任才半年的这个英国首相 约翰逊这次能够化险为夷,同时呢这个也再次印证了我对于这个政治的敏锐程度是相当相当高的, 而且呢我跟很多这个自媒体不一样, 我从来不化仲取宠,而是呢建立在我这个客观的分析之上, 我所有的报道到现在为止全都是基于有这个确凿的证据的推断, 而不是说那种阴谋论, 所以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就是了解政治的走向, 而且是比较中立, 比较客观的了解现实发展情况的话, 特别是这个新冠疫情情况, 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最客观, 最有证据的分析,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